一走進餐廳一顆人頭氣球看著你像是要打招呼 覺得似曾相識嗎 因為這裡是日本恐怖漫畫大師 伊藤潤二限定主題餐酒館 說是餐酒館 當然美食就是重頭戲 這碗富江燉肉烘飯 上頭富江的頭看了不寒而栗 另外還有團體病房中的連體炒泡麵 我覺得特色是那個插畫很酷 對 很吸引我而且中化很屌 會 但是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我覺得是他們的料理的品名 還滿有趣的 還好就滿有趣的 粉絲搶著來朝聖 畢竟特調飲品的造型 也讓人一看好像自己就是作品裡的人物 所有的餐點都是有配合去故事做發想 所以吃起來你會有驚悚 然後也有恐怖的感覺 每天客人都是先採預約制的 布置餐酒館伊藤潤二的恐怖體驗展 二爺準備在六月底登場 長命村患惡症雙管營運方式 把陰森故事原汁原味呈現 現場還有漩渦大型裝置 讓粉絲期待的 還有伊藤潤二本人也將再度訪台 粉絲有機會一起逛展走進恐怖世界 TVBS 華盛森許禮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BS 華盛森許禮台北報導